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會和大家討論一下SAMLAP的基本知識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會和大家討論 在SAMLAP Behaviors這個位置 裡面有一個新的欄目 我們叫做Switch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在說Numbers 今次會說Switch Switch裡面又會有Toggle 我們主要和大家討論Toggle 我們先把它拉出來 這個就是Toggle 我們看到它有一個圓形 有一個圓形的東西 其實Toggle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開關的東西 例如你的燈鍵 開啟開啟啟啟啟啟啟啟 我們看到它這條Toggle 左右兩邊有一個點 大家有看開我的片段 這就知道 它有一個編程中間 前面需要在前面 後面需要在前面 以及在後面有一個外表 那Toggle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Toggle沒有任何設定 你不需要任何設定 因為它自己本身已經是一個 你拉它出來就已經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它作為一個Switch 它出發出來的一樣東西會類似一個按鈕 但是它跟按鈕有點不同 它就等於我現在開關 但是一天你不按鈕它也不會關鈕 我們現在試用LED來做 例子 我們亦都連一個按鈕 這裡有一個按鈕 我們先把鈕 如果大家不清楚怎樣去按鈕 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 我現在先做一個按鈕 但沒有連接任何Toggle的東西 我們這次用藍色 好 好 這個是LED 這個是LED 這個是按鈕 我現在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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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拖稿拉出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就這樣拉出來是可以連接到 拉到線的位置就會自己連接 但有時候連接不到的話 可以再拉到線 現在我用了拖稿會怎樣呢 我現在按一下 它就已經長著了 現在已經長著了 拖稿就像燈鍵 我按一下它就會一直著著 我再按一下它就會關掉 這就是基本拖稿的用法 如果你的拖稿在後面 你喜歡連接LED也可以 想說是波打也沒有問題 拖稿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即是無論是 無論是燈、波打 或是任何其他外出都非常常用的 所以 甚至乎有時候拖稿可以 用來對照顏色也可以 例如我現在想設定LED的顏色 如果在現實中要看著它 我沒有拖稿 我就要長期按著這個按鈕 即是這個按鈕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我有一個拖稿在這裏 現在我按進這個設定 就可以一直這樣轉 我一直這樣看都沒有問題 這就是拖稿最好的用法 也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非常需要熟習如何使用拖稿 因為拖稿 無論是 即是它在SAMLAP的 我們看看SAMLAP的外出 這些外出全部都需要長期穿著 即是它不會是我按一下就完 有時候我按一下就需要它 一直穿著一路都繼續運動 這個情況下拖稿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拖稿和現實的比較 你可以大概想像是 燈鍵、風扇鍵、冷氣機鍵 你按一下就自己穿著 有時候有些情況 有機會會有影響 例如什麼呢? 你不是用1和0去控制拖稿 如果你是用0-100的 input 去控制拖稿 有些時候會有問題 例如 我今天用一個 Light Sensor Light Sensor 0-100 那你看到呢? Light Sensor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一直在動的時候 它的拖稿會一直在動 因為拖稿不懂得分辨 它看到你的數值有轉變 它就會再動一下 數值又有轉變 它就會再動一下 所以這種情況 你如果用一個Light Sensor 0-100的數據 去控制拖稿 就會有問題 但是你可以用Behaviors去做 例如你用一些 你用一些 我們叫做 Behaviors 用Number的Behaviors 例如有Compare一次 可能我可以比 它等於60 我才會動一次 我等於60 好 動一次 好了 我又再等於60 我又再動一次 這個就是 勉強地可以把 0-100的 input數值 可以使用 Toggle 但最好 Toggle也是使用 在01的 input 即是 鍵按鈕 是最好的 鍵按鈕 就是最有用的 這支影片到這裏